年代下前看 下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名官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4年1月14號 我們看到這兩天 真的是很妙 王立寧在獄中坐牢 還能當皇帝的新聞 一見報 語錄為之花廊 果然中華民國真的是有錢好辦事 聽說他可以指定要吃某一家的牛排 然後怎麼個肩膀 然後他聽說在北間 還有一個很大的總裁辦公室 那他那一年之內 至少還跟女秘書 會見80多次以上 這個王家 在王佑貞落跑走人之後 過去其實至少五名子女 是有刑案在身 是有刑責在身 也有坐牢的 不過王立寧 這一個還算是中華民國的 這一個遇政史上 第一個非常有名的 行賄相關官員預官的案例 那同一時間我們觀察 這個今年好像是大老闆的風水年 這個風水不大好 這個除了王立寧坐牢之外 前兩個月趙騰雄也坐過牢 企業大亨 金融大亨 真的是有錢好辦事嗎 有錢好辦事的背後 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 也曾經路肩服刑 為坐牢的馮光遠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劉文雄同學 大家好 朱小平同學 好 老鄭 大家好 再來是黃氏聰同學 好 再來是方琦 大家好 有錢真的是好辦事 至少坐牢的level都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謝謝 謝謝大家 東森前總裁王立寧 去年11月再度入監服刑 但金爆他在裡頭 根本就是土霸王 用錢能擺平的都是小事 就連為前總統陳水扁規劃的房舍 都讓王立寧入住 黛玉堪稱總統籍 被外界戲稱總裁辦公室的房間 十坪大小還有兩張書桌 裡面有電腦 還提供一天六大報 讓王立寧隨時掌握經濟埋動 王立寧所作業的場所 是負責圖書室的一個 圖書管理的一個作業 那所謂的這個 有其他的受刑人供他使喚 我想這個不是事實 蘇清俊調職後 科院祖新華繼續關照董事長 因此王立寧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和秘書胡小金會面 還能夾帶文件進出 王立寧掌頭銜 竟然托人帶剃頭刀入肩 指派人員深入查證之後的話 並沒有構成違規的情勢 管理員的一個情務的一個調整的話 我們都是常態性的一個調整的一個情務 前方甚至追查發現 祖新華太太網路上買不到的高級化妝品 加上王立寧知道祖新華愛吃牛排 胡小金受託親自買過去給祖新華夫人 共計一萬七千多元 種種囂張行徑 前方在起訴書中一一說明 並且最後還寫下涉嫌重大 誓詞狡辯等字句 依照貪污支隊條例從中量刑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光晴我們看這個有錢真的好辦事 蘋果日報偷盤頭的標題是像 王立寧監牢裡頭當皇帝 而且住總統套房 然後個人還有一個總裁辦公室 這麼誇張 對 其實王立寧第二次入獄本來要假釋了 但是因為這個檢調單位一年多的這個根堅 其實是一個主案 然後案外案開花 那所以就查到 我們今天看到1月12號起訴這些內容 真的零零總整真的是令人大開眼界 號稱是玉政史上最大的一次 所謂的行眾會案 就這個案情呢 真的是五花八門的 第一個 剛剛林冠問到重點 總裁辦公室 那王立寧坐牢 好 在玉中竟然還有一個總裁辦公室 而這總裁辦公室是先前 陳玉美關在那邊的一個圖書室 暫定食品 後來呢 玉芳因為受了好處 就幫這個王立寧把這個圖書室 弄成她的總裁辦公室 然後裡面有三張辦公桌 還有電腦 那另外還有獨立的衛浴設備 她在那邊幹嘛呢 披公文啊 那個每天的那個貨物量很大 我先打個唱 那個辦公室有食品 已經比台北市很多小套房大 台北市現在很多小套房 全狀十瓶裡頭 主建物只剩下五六瓶 六七瓶的 對 再來 那個總裁辦公室有三個辦公桌 裡頭還有衛浴間 獨立的 獨立的 那跟總裁套房啦 對 怎麼是總裁辦公室而已 這種規格啊 對 我們就看到是說 一週刊先前報導是說 王立寧在裡面多蕭條啊 還跟他的育友 晚上一起合抓蟑螂啊 怎麼大亨 怎麼落到這種地步 還告訴大家要怎麼抓 那可是事實上 你看他在總裁辦公室 就形同就是說 他現在入獄 跟他在 東森集團裡面過去 當這個總裁的那種情況是 沒什麼兩樣的 你看他每天看六份報紙 一般沒有這種待遇啦 然後呢 披公文 等等 下條子 還有這個胡小金之外 他們東森的員工也進去 透過面見面會的方式 然後去開會 然後還可以 可以進到總裁辦公室 一群人開會 我跟你講這就不敢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胡小金可以 這個跟他會面八十幾次 是因為胡小金又幫這個 浴所 他們開設了一個 新媒體技能訓練班 就說我東森出過人 我幫你這個浴所 開了一個這個訓練班 我就藉著是說我要去 這個訓練班啊 幫你們建制啊 幫你們這個 這個訓練 為由 所以林林總總的 就是王立林想見的人 通通進去了 那當然就說 除了這些之外呢 這一次起訴了二十幾個人 包括王立林在內 還有正副典運長 上至正副典運長 到下至管理員 其實這個典運長 這個副典運長 就是這個比較是要角的這個 他是 所謂的我們這起案件的一個門神 因為他一連串的去推薦 夾後倒酒部 只要說這個關係裡面 有涉及到說他必須要去搬動其他 譬如宜蘭 花蓮 那這些獄所的典運長的時候 他就去當門神 然後甚至找他的朋友 你看 這個要角叫做蘇清俊 原本是這個 我們講說王立林所住的這個 監獄裡面的副典運長 他後來有調動啊 那另外就是相關事件 他還找了他的這些 接手的這個典運長 以及其他監獄的這個 所謂的他同學 友好也好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你知道嗎 他打麻將書前就讓這個 胡曉晶買單 然後呢 他要入住這個溫泉飯店等等 什麼的也讓人家買單 那旁邊還有一個周秉潔的 是直接點名說他吃大夾蟹 對我這樣講就是說 這些一干人等 乾冒大不會 會被抓到也被判重刑 這就是從重量刑 那何以要幫這個王立林做這些事情 是因為有給好處嘛 那你知道東森一出手 他們的好處給到就說 好 你們一家呢 如果說你的太太 幫我煎了一次牛袍 送到這個獄所來了 以後我吃了以後 你給我開口 結果發現說你太太說 怎麼在我們東森購物台 都買不到SK2的這個青春鹿啊 所以就一併還這個人情 除了送這個所謂的購物台的禮盒之外 還回送了十組牛排啦 就說我吃了你一口 我就抱你一口 黎明種種的 還包括紅包大雜蟹 上等牛肉明蝦鮑魚魚翅套餐 另外靠這個關係 往令橋還可以移到這個外衣間去 然後他們還到這個 宜蘭去看這個吳乃仁 吳乃仁也可以因此去 移往其他比較這個 所謂的 可以比較輕鬆的這些預所 好 馮框遠同學 這個你進入北間 這個做微旅行的時候 微坐姦的時候 好像剛剛好跟王立寧 基本上曾經是同學過對不對 對 而且我在牢裡面碰過他 那你那時候是編號5815嘛 5815跟他是曾經在北間 當過同學碰過面 他是住哪一個社區 我是不太知道 勞舍的事不是那個社群的事 那我就不知道 可是有一天 我因為有一個特見 特見就是主要是由立委 來這個親自去的這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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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就由立委看的 對對對就是立委一定要在現場的這個會面 那我就在一個房間外面等 因為裡面有人 結果後來等一等 裡面的人全部出來了 我一看王立寧 王立寧 然後身邊很多人 對就是大概有四五個 那四五個人五六個人 因為那個房間很大 那個房間是一個大桌子 然後就起碼可以大概五六個人 六七個人可以一通是會面 就是你看到的 他這個號稱總裁辦公室的房間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是一個特見 特見的房間 特見的房間 特見房間 特見房間在綠件 就是綠師接見的房間的旁邊 OK 那這兩個是連在一起 在在同樣一棟建築裡面 那我一看王立寧出來了一個平頭 那跟我一樣 那我那個時候當然是光頭 那我就看到他 那他不認識我 那我就看到他 可是我看到他身邊很多很多人 那一定其中有一位是立委 那我不認識 可是裡面有 就是說應該是他的助理啊什麼的 所以我就想說 外面所講的 就是說果然是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會覺得 如果在裡面要吃到牛排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比較 真的是高規格的啦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在那邊 其實每天那個飯菜送來的時候 都是大夥都是一樣吃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吃牛排其實很難 可是你要吃牛肉乾很簡單 到自己去買就好了 他就會送進來 所以牛肉系統裡面 牛肉乾很簡單 牛排很難 那如果你要在裡面 要用一個像這樣子的這個圖書 圖書室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 呃 以我而言我覺得會有一點納悶 因為如果那個時候有圖書室 他們應該找我 全因為我是福人大學圖書館系畢業的 我圖館系畢業的我不去 那你那你什麼系畢業的 你可以去那邊管圖書 嗯 可是我不得不說啊 就是說啊 臺北監獄裡面 至少我看到的那些書單 是非常棒的一些書單 嗯 這些書單都 裡面的書都很棒 那所以我倒覺得說 呃 北監的說不同勞社裡面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圖書室呢 應該他的裡面的這個長書應該不錯 那王林寧在那邊 那他有沒有看書 嗯 整理書我就不知道 可是聽說在那邊上班的話 啊我覺得那他域內跟域外 其實也差不多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王林寧記不記得 他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坐監中間 他不是每天要去報道嗎 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的新聞 都在提什麼你知道 都在提他信了某一個教 非常的虔誠 你知道 就是說一心的向善 對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喜歡啊 用宗教來掩飾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用宗教這種事情 然後你說哦這個人啊 因為信了教 好像他就 比較有這種 改過向善的 這樣子可能性 你知道 那現在大家看了吧 嗯 你知道 全部都是在那邊放 這個煙霧蛋 你知道 全部都是 那冯光源同學我問你哦 在王立寧這個行程 大夾蟹啦 牛排啦 什麼都有 那你在監索裡頭吃過 最好的是什麼 那你可以像他們這樣子 抽煙打麻將嗎 SK2嗎 SK2可以帶進去嗎 當然不行啊 SK2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SK2 這種都是比較奢侈的東西 那不要講說 我們平常用不用這個東西 奢侈的東西 基本上 你如果要帶進去 都要檢查了 那我相信像有一些東西 像 因為我 平常有這個 就是說 這個醫生會給我 開這個 就是控制 那個血脂肪的藥 所以我就是必須每天要吃 那連這樣的東西 都要交給 這個都要檢查 不是要檢查 要交給那個監獄單位 我們稱之為主任的 他們那邊 時間到了 他才會給你 他就是 比方說中午12點 要吃一顆 你就吃一顆 晚上 這個6點要吃一顆 就吃一顆 他擺在一個管子裡面 然後那個管子呢 然後從一個小窗子 這樣 真的假的 當然了 你知道 然後這樣從那個藥 好像就是滑溜滑梯一樣 這個藥就 那滑一顆藥 然後你在那邊接一顆藥 對 他還一定要看著你把它吃下去 為什麼 沒有啊 他怕你就說有些藥 就說你 這我不知道 他一定要看著你吃下去 所以藥物管制 管制到這麼嚴格 而且你知道嗎 非常有趣 因為 現在像我有一個藥 那個控制血脂肪藥 是粉狀的 不許帶進去 粉狀的 不能帶 所以在那個將近20天 這那20天裡面 我那個粉狀的藥是沒有吃 從來沒有吃 因為他們認為 只能顆狀的 只能顆狀 顆粒狀 那我想他們也有 他們可能怕粉狀的是毒品 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裡面的那個 很多的那個那個 那個 妹妹尬尬的東西 其實很多 那我相信 就在這種妹妹尬尬裡面 總是可以找到一些 比較是能夠藏私的 投機的 這樣子整個 整個偷渡進去 這我相信 那問題是說 今天我們的 鬱陣裡面的 這些同仁 如果他們正直的話 他們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他們所有的東西 就像對待我們這些 一般的這種 死老百姓一樣 那進去 死老百姓 你又不能一口氣 就死煮牛排送到家 對 你知道嗎 我在 我在裡面吃過最好 其實都是他們 例如說有的時候 有些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那個火房 他做的菜其實還不錯 所以有的時候吃到說 我會跟那個 那個室友說 今天這個菜 這不錯吃 你知道嗎 我們頂多就是這樣子 吃的都是跟大家一樣的 你知道嗎 你說這牛排 我在 我在監獄外面都很少吃牛排了 你知道嗎 不要講在監獄裡面了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相片 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有錢真的好辦事 有錢就連坐牢都能當皇帝 這個坐牢 在裡頭不但有總裁辦公室 有總統套房 而且想要吃牛排 就有這個鮮煎的 新鮮的嫩牛排 想要吃大甲蟹季節到了 自然送到裡頭 那同樣的 王立寧在北間過的日子 非尋常人等死老百姓可以比 那他的爹爹呢 雖然是中華民國重大的經濟 跟金融的要販 可是他過的日子 也非尋常人能比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六年前王佑貞出現在立法院 支持他在台灣的最後身影 2007年立法集團爆發財務危機 檢調查出立法集團長期製作 不實账策 整個集團被掏空了731億 其中負責人王佑貞 被檢方求刑30年 5名子女也分別被判刑 我心情是一樣的 天下沒有不適合父母 除了王令寧遭到判刑5年 其他子女如王令一 被判刑30年 王令喬遭判判刑23年6個月 通通加起來 刑期超過70年 父子行生 但王佑貞跑下兒女 早一步帶著妻子王金士英 潜逃到美國逍遙 去年5月還被拍到吃高檔鐵板燒 一點都不避諱通氣飯的身份 吃大餐逛超市 出入夜總會 還做足浴按摩 漾漾消遣可都沒少 接下來要去哪裡 你幹什麼你 幹什麼你 你幹什麼你 放在自由你知道嗎 王金士英火氣很大 對著媒體又推又打 就連去年上移民法院 王金士英仍不改 強悍作風 這不是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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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下史上最大投空案 潛逃到洛杉磯已經7年了 王佑貞留下的爛攤子 全丟給兒女們處理 夫妻倆繼續在美國樂逍遙 記者李明燈 黃偉台北通報道 好 劉雄同學 剛剛那個是去年我們的記者 追蹤王佑貞夫妻在美國 還是過著非常逍遙法外 非常爽快的日子 那同一時間王令林服刑了 沒想到在獄中 也是過著非常爽 這個媒體的標題是說 監牢都還當皇帝 這真的是總統級的規格 你有見識過這種規格嗎 這樣我這個 因為我當過立委 所以我們看過的人 是三角九樓都有 你應該也特見過不少人 有 我也見過嚴金彪 比如最近這一兩年 就嚴金彪 林真二 陳水扁 那我倒是跟著那個 廖正錦委進去了 那我打個岔 廖正錦現在還是現任立委 那你們這種陣仗進去的話 裕方一定會禮遇你們對不對 這叫做剛才您說的特見 特見就是要立委 現任立委 親自帶去的 所以這個 所以裕官看到現任立委 都立正讚好 其他都準備要舒適舒適 不過規格還是有了 該用錄音機還是要用錄音機 我這樣說 嚴金彪就關了兩次 他以前年輕時候不講 他其實幫了這個 所謂受刑人 人權 也做了幾件好事情 就是說因為去的發現 比如說健保的事情 看醫生的事情 不過我講幾個趣事 兩件 一個是嚴金彪 在裡面當 當廚房的班長 類似像這樣 他有天我們去看他以後 他說 開銷這麼大 我說你在裡面有什麼開銷 你來我來準備水果 準備這個有的 一天掙幾招 不得了 很大的開銷 可見他這個 要來看他的人太多了 他在立法院算人員不錯 對 即便外面的人也會找到說 那是不是某某的立委 你帶我們去看他一下 今天換A立委 明天換B立委 對 立法院幾十個立委 這樣輪流在用 所以每天 每天都有特件 每天大概我看 至少三到六拖 跑不掉了 就他很苦 每天三到六拖 他比在外面更苦 在外面他能見誰就見誰 不想見誰就不想見誰 在裡面好像變成說 我見誰變成是 你們來看我 不能不見你們 剛開始或許還好 後來變苦才是 就像陳水扁也是一樣 我們看陳水扁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說 他把那個當作的工作 因為看他人的排隊嘛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排隊你現在形容得很像是 這個門診掛號有沒有 看名醫有一個接著一個掛號 所以各位不知道記不記得 這個柯文哲講了一段話說 他出來以後啊 15天之後就是問題的開始 什麼原因是什麼 陳水扁那邊有 將近有八個受刑人 拿到照護執照的 24小時三班來的人都照顧他 對 可是他回到他家有沒有 沒有啊 他太太本身在接受照顧 他又要被接照顧 他有請那麼多人嗎 所以這是另外再講個趣事 那是我當立委的時候 那因為宋先生就說好 那閻錦彪要關 那我們去看他一下好了 我打個岔 你跟老宋 那老宋一定還有他隨身的助理 跟秘書什麼 那你們這一團也是浩浩蕩蕩 一大堆的 因為宋還是很低調的 我們大概只有三個人進去 三個進去 三個進去 包括謝功平 OK 去的時候閻錦彪說 好 主席啊 我很愉快 我給我祈福啦 那宋史瑜說 那你有沒有吃藥啊 主席啊 我真的 我動不動 我真的要病了 那媽媽身體怎麼樣好不好 因為旁邊有個錄音機嘛 你要叫他怎麼講 40分鐘就說 那腳有沒有好一點啦 那你們換一個好的鞋子 我很客氣啦 我真的不要換 就40分鐘 這樣子對話40分鐘 將近 將近40分鐘 那我就想說 這兩個高手真的了不起 所以你們在監獄裡面 就算有特權其實也未必是好事了 那我也去看過 看過這個謝喜大 在女子監獄 那她真的心情很不好 因為她覺得她做的是一個對的事情 結果就被弄到監獄裡去 那就是李登輝太太 那個8千萬美金的事情 送給監獄 所以很多這個監獄裡面 當然我們也看過 我自己也在監獄待過 真的假的 那我說憲兵當看守官 在陸戰隊開守所 我跟你講 六個牢房 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 都買六隻燒鴨 四千個水餃 我就把那個犯人 誰買單 犯人買單 有大咖的對不對 不是 剛進來的 他要拜碼頭 拜碼頭啊 我就每次都問他說 你怎麼會叫六隻燒鴨 你在左營嗎 我很喜歡吃燒鴨 我說你給我吃吃看 現在你給我吃一隻 不是 他買給六個老房 因為裡面去的都是陸戰隊的人 都按照提示 對我學長學弟啊 那裡有比較大咖的 水餃是六個房都吃 只有那個獨居房沒有吃而已 所以你說在監獄裡面 有很多不公平 但是我回到你 王立寧 不要說不說了 我覺得王立寧 在他的同事的眼裡面 他是安定外面人的心 因為他很認真在去辦公室 辦公 但至於說有沒有 反正現在已經起訴了 我們就歸給司法去主理了 我們希望還給郁政清白 郁政清白 不是 有罪就是犯罪抓 沒有罪就犯清白 朱小平 郁政有清白嗎 現在看起來只有階級 郁政沒有清白 然後當然只有階級 那我們要探究因果關係 那是因為王立寧主動 給他們好處 假設有給他們錢 給他們吃牛排等等 SK2 還是來的人都要拜碼頭 我們不管是這個大商人 特別是大黑道 其實那個待遇 比大商人更好的 所以我認為 就是我們看整個矯正署 看整個法務部 我們也看到羅英雪 在周玉寇跟馬英九的兩億的 這種移雲捐款 跟黃世民介入馬王鬥爭 這種最高層的法務部 也有最幼暗的角落 現在的監獄 那個是不為人知 是一個很辛酸 而且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他自我放逐了嘛 反正我 我當公務員 我說明當公務員 本來又一番報復 你不知道搞到 矯正署管捷運 其實我結束了 然後我乾脆 那結束就 既然仕途沒有 那我就賺點錢嘛 而且長期的管理 大家 大家都重上面的鬥爭 而沒有顧到真正的人權 跟御政的管理 這個是我們法務部 要期待要做的工作 第一個 第二個 講到王烈 你要從王又貞講起 也要講到胡小金 都是重要的人物了 你們看王又貞 不用討論 掏空七八百億 王又貞 他有個惡系 他喜歡的女人 不一定要很正 可是一定要兩個條件 一個很白 一個特別是明女人 所以他所有的妹 都明女人 那你們記得在 秀郎橋橋頭 有一個房子叫 麗霸三合 就是麗霸蓋的房子 那麗霸三合 那個時候 因為二十年前 剛好有一段時間 是不景氣的房地產 那他 他都怎麼把這些明女人 把妹 他送你一個房子 那大概送你一個房子 我幫你繳 然後繳那個偷七塊 那時候一百多萬就搞定了 那後面 你跟他在一起 他就每天幫你繳房貸 不跟他在一起就會分手 因為王立寧是裡面 最有出息 最能幹的兒子 王立寧為什麼他被判刑 大概三五年之間 而其他都是二三十年 其他的 因為他找獨立出來 其他的人繼續掏空 可能是一罪一罰 所以很重 他幾個小孩判的 那我必須幫胡小金 我先平反一下 他以前的男朋友 他現在沒有男朋友 以前男朋友是我的朋友 胡小金啊 胡小金不是他們講的副總太太 他不是王立寧的妹 那他幹嘛 一心對他這麼衷心耿耿 做到這個程度還要被刑責 還被收押 因為胡小金定分工作 從他們東森集團的總機小姐 就在那邊的 那一路栽培到副總 那王立寧大概有三十幾個副總 各部門的頭大概都叫副總 他有個集團有個總經理 在管這十幾個人等等 然後這個反正已經 剛才委員講了 所有的王立寧有沒有犯罪 那些御主有沒有犯罪 田御長有沒有犯罪 那就交給司法去查 不過我們談王立寧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大家會看他什麼事呢 而且他這個人做人其實還蠻好的 他很多大咖的朋友支持他的 他被關進去 我也保留那幾個大咖 超大咖的 他人員非常好 酒量好到 我看可以喝兩瓶威士忌吧 一次吃飯 他酒量非常非常好 那大家看什麼呢 他現在還握有 東森新聞30%的股份 而且他跟凱雷外資簽條約 如果要賣的話 如果要賣 他優秀成購權 那可是凱雷跟他也在鬥法 那大家也在看這個頻道 甚至選總統的人 那甚至擴張版圖的其他電視台 那現在他想買 可是凱雷一直 一直要變高價錢 甚至郭台銘啊什麼 那本來的其中一個買家 據說就是頂心衛家嗎 衛家差一點要買成 差一點點買到 據說買的時候又提高價錢 又破局 那你就會發現中華民國這些人 都來都去都能兜在一塊 王立寧串來串去 也可以串到頂心衛家 每個人想變成媒體王國 都要王立寧的優先成功權 跟王立寧談 所有的大咖 好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相平和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有錢真的好辦事啊 這個王立寧呢 據說在北間坐牢 磕牛排大夾蟹 然後有總裁辦公室 有總統套房 那同一時間呢 王宥貞逍遙法外 五個子女要坐牢 事從 王宥貞這一筆爛賬 至少喔 中華營跟力霸相關的體系 掏空了好幾百億耶 沒有錯 他是中華民國史上最大的 這個經濟犯罪 他這個很多犯罪被起訴的人數 高達107個人 可以說是這個 千年非常廣泛 我們看到說他簽到幾家公司 第一個是力霸 第一個是家石化 再來是東森 亞太固王 立華票券跟中華商銀等等 根據這個檢察官 王宥貞的掏空公司這麼多間 對這麼多間 而且根據檢察官的這個 所謂的起訴案裡面 他掏空高達731億新台幣喔 那他怎麼掏空呢 如果是有公司 像這個所謂的力霸跟家石化的時候 他是怎麼掏空 他第一個 他在海外成立假公司 那假公司跟你做這個假買賣 假買賣的話 根本就沒有這筆買賣存在 所以他慢慢的把錢 就收到這個海外的公司去了 那另外就是說 那海外的公司可能就移轉成 他個人在海外的財產 沒有錯 因為在海外搞不好 從頭到尾都是他的人頭公司 他在海外一共成立了68家公司 都到海外那些子公司去了 那另外他在這個所謂的東森跟 這個亞太雇王的時候 因為第一個 東森跟亞太雇王 他本身是比較大的一個 股本比較大 那股本比較大 他怎麼掏空他們 他也是做假買賣 另外一個就是 他透過這個東森跟這個亞太雇王 去發公司債 發公司債之後 是不是跟股東借到錢 股東借到錢之後 他再把它借給其他的 他的關係企業 或者是把它借給他的這個子公司 所以也是變相的在掏空另外 掏空資產 那另外一個這個 利華票券跟中華商銀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他這兩個是 比較偏向是金融機構 他就利用金融機構 進行違法操貸 甚至就是說 我要怎麼跟你用這個假土地跟你借錢 這個狀況十有所為 所以你看他前前後後之後 後來被發現是731億這個新台幣 而且後來檢察官還發現 他有600億流到海外去 那600億在海外轉來轉去的時候 就涉及到洗錢 所以他洗錢規模高達新台幣600億以上 那洗到哪裡去呢 就洗到美國去了 在美國或是大陸都有非常多的金額 像我們知道說 這個王金思雲的他老婆 在美國投資一家叫安利銀行 對 那甚至在美國有很多的產業啊 豪宅等等 他都是用這樣子把錢洗到海外去的 那之後呢 他不只是說洗錢 不只是掏空喔 因為我們知道他當過商總的理事長 他當過這個名譽理事長 他利用很多黨 他在黨職甚至政商的這個人脈關係 他其實跟銀行借了很多錢 那銀行跟銀行借錢的過程中間 他要求銀行 你幫我降利率啦 甚至說 這個貸款到期我還展延 所以他其實從國內銀行掏空的金額 可能還不只這個數字 因為後來那些陸陸續續都沒有再追查下去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後來中華商引 因為發生擠兌的事情 那擠兌的事情之後呢 後來就是因為就是說擠兌之後 整個被政府接管 政府接管之後 用RTC把他拍賣出去 他拍賣出去又拍了400多億出去 所以變成是說 哇 留下台灣一筆爛賬 不只掏空700多億 政府還賠附了700多億這個爛賬 結果現在他的子女全部都是入奸 被服刑在裡面 結果王宥貞跟王金思一兩個人 逍遙法外在外面跑來跑去 那大家希望說能把他們引渡回來 至少就是這個經濟犯罪 一定要讓他們坐牢 但是目前看起來是遙遙無奇的一個狀況 好 老蔣 剛剛這個世聰整理的 王宥貞的掏空案 至少超越了六個上市相關的公司 其中最嚴重的最大一筆爛賬 當然是當年的中華銀行 中華銀行是全民買單 這四五百億 反正你跟我都有算一份倒楣錢 那同一時間你看 王家真的是讓人瞠目結舌 老爸爸在外頭逍遙法外 五個小孩坐牢 五個小孩也有階級之分 王立民坐牢的規格顯然是最高的 他們犯罪老爸逍遙法外 這個犯罪坐牢還會坐怪 坐怪不但拿緊 在監獄裡面還可以犯罪 你看這個本事多大 我剛剛聽著講那種政商關係綿密 這一次起訴了二十三個 他就是獄政相關人員 我就看到幾個蠻有趣的 其中一個是宜蘭的這個典獄長 叫什麼吳仔威的 為什麼又被起訴呢 我看是竟然是王立民坐在監獄裡面 透過剛剛講這個胡曉晶 去打點坐在宜蘭監獄的 吳乃仁跟顏萬進 為什麼他照顧這兩個 我就看到這個就想說 真是奇怪啊 他怎麼不打點別的 兼這個坐在裡面的行刑人 所以第一個他們一定事先就認識 而且關係匪淺 所以他們坐牢進去之前 到底是什麼關係 搞過什麼事情 說真的還真的應該再查一查 第二個坐牢了 大家應該是懺悔 這關係就斷了 他還特別去打點 他透過這個關係 你不是這很奇怪嗎 將來出來之後 他們是不是又是一夥的了 所以剛剛講那個政商關係 是綿密 連坐到監獄裡面都在打點 那不要講現在如果還坐在台上的掌權的 這胡小金之類的 不曉得平常每天怎麼樣在打點 那這才是恐怖嘛 他坐到牢裡面 可以接見八十幾次什麼 更重要我看到一個東西 剃頭刀都是專用的 為什麼剃頭刀是專用的 你顯然他覺得說 鍾小平你髒啊 我跟你用剃頭刀 那算什麼玩意 我這敵官嘛 所以你看那個階級 那個特權 那個簡直是恐怖啊 不好意思我打個岔 監獄裡頭不給刀的 你知道因為怕自殺 那個跟光遠剛剛講到說 給藥他都要時間到 才給你吃那一顆 他也不給你一次大把藥 大把藥真的有的時候吃下去會鬧出人命嘛 那所以他才會分批給刀也是 監獄裡頭有一些尖的物品 都是完全不給的 不要說刀 有些比較尖的筆啊 東西都不給 所以他會給刀真的是特權 所以你看這個簡直是 還有你說那個這樣那個圖書式 原來是阿扁的 所以看起來有沒有交接 而且這次這個叫蘇清軍 被起訴的典議長 原來是阿扁實在聽說就是八面玲瓏這樣 不過我又注意到一個小細節 為什麼起訴的是副典議長 那典議長怎麼沒事呢 而且你看到 他們那個典議之間的關係之綿密 扶到台中去 扶到議員去 他自己調到這個綠島 還可以交接給下面的人繼續打點 所以你看他們整個網路是非常綿密的 我要講的重點是 為什麼是副典議長 典議長小難聽點你也夠失職啊 如果你的副典議長這樣為死負為衰做歹 你都沒事 還是說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所以典議長有一掛 什麼叫做副典議長有一掛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多恐怖 而且這一次是調查局不小心 是要監聽別的案子監聽到的 所以調查局 每一個都要監聽這些預官 這些點預官 每一個其實都很恐怖 其實老百姓都知道 忽然間他們不知道 另外一個我發現說 真的是有權有勢好辦事 你看他們在處理這些人的時候 我把那個叫去那個什麼東森 宜蘭的海洋森林溫泉什麼什麼 招待物洗溫泉 法官問他說 你付錢我十八萬塊 多少 那個蘇清講說 我要有啊有啊 他說付多少 付五千 五千 不過他講說那個 這個飯店不收 那不是跟沒付一樣嗎 我還看到啊 王寧你是怎麼搞的 他就透過說 我幫監獄辦 這辦什麼 電腦創作什麼藝文班 你看他外面有飯店 有這個東西 然後又就這樣打點關係 資源度這麼多 剛剛講的這個你看 那都是小的 像剛剛講的 還跟那個整個東森系統 所以這些人犯了罪 也信了教 光遠他從佛教還信到基督教 他還會換 他又轉換 然後重點是 他竟然發個 含約 講說 公民給什麼 國際兩公約裡面的 我都講不到的 公民與政治國際公約 這應該是我們這種人最熟悉 今天他比我還熟悉 你們大叫什麼 要人道 要合乎人道待遇 我的拜託啊 你這些叫做人道待遇 那中華民國的遇政 全世界第一名 要能夠這樣 不斷有自己的特殊辦公室 還要隨時什麼吃牛排 這樣子還說 對他不人道待遇 不然其他對話 那正點我靠22K 還吃不大起牛排 不然可能只能吃那種 平價牛排 什麼我家牛排 貴族四家之類的 所以我要講說 他們的政商關係 是多麼的綿密 而且坐的勞 還可以在這裡面 依然作威作福 那他跟你講的理由是說 我要照顧幾千員工 難道我不應該這樣子嗎 哪一個行刑人 坐在裡面不需要照顧家裡 不需要關心他外面的事情 王立民還有膽子 發這樣的新聞稿在那邊胡扯 所以這種人 那三不熟出來跟你鞠躬道歉 然後忽然間給你 忽然間給你唱起聲詩起來 我說拜託 我跟你講 一定要在查 一定還有 這個監獄系統裡面 特別是我看到 他還打點到宜蘭的 吳乃仁跟袁萬進 你想想看他有沒有打點其他的 只是沒有報而已 更重要的是我講的 現在坐在上面的 還準備執政的 包括民進黨 是不是他們關係之綿密 所以有錢有志真好 連坐牢都好 爽到爆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管護後再回到什麼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相片看什麼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有錢真的好辦事 有錢王立民在這個北間坐牢 都可以做成皇帝 那同樣的有錢好打點 出了包也可能沒有行責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呼籲馬英九總統 他雖然有自訴代理人 但是希望他親自應戰 親自出庭 我想親自跟他一對一面對面的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向總統馬英九下贊帖 因為頂心政治現金案 2月2號首度開庭 周玉寇表明 要馬英九總統親自參與 他選擇不帶律師 自己為自己辯護 那我死了以後 我的莫志明上會寫 這位媒體人 曾經被一個民調9% 名字叫馬英九總統的人告過 之前周玉寇爆料馬總統 收了頂心2億證據現金 馬英九總統忍無可忍 委託律師到北院提出告訴 民事部分求償1000萬 和登四大報道歉 刑事則是控告周玉寇加重誹謗 事實上為了釐清政治現金 移雲連電榮譽副董事長 宣明志和普城科技董事長 江長安12號同步遭到 特徵組約談 有一個電子業大亨 2008年找了幾個人一起 捐了一筆錢給馬英九 數字跟講的頂心這個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民進黨籍立委段一康 日前在節目上爆料的這段話 讓特徵組同步約談 宣明志和江長安 野狗很多 好狗不好找 其宣明志和江長安兩人 不只是事業上的夥伴 在交大求學時 還曾經同組野狗合唱團 曾經在藝人黃國倫的婚禮上獻唱 看得出來交情匪淺 如今一起遭到特徵組約談 馬總統政治現金疑雲 恐怕還有案外案 這有綜合報導 好 劉文雄同學 我們剛剛講到有錢好辦事 這個剛剛周小平還講了一個 這個東森現在 王立寧都還有東森新聞的 整個優先的轉讓權 那這個部分本來市場 先前傳出來的 預期的其中一個買家 是頂心衛家 你就知道台灣這些大亨 電子業的啦 金融業的啦 賣泡麵的啦 賣黑心油的 都來都去都能兜一塊 那你看頂心門神 本來要兜的是頂心衛家 到底有沒有給馬總統 或者他相關身邊的團隊錢 現在都出一大堆電子大亨啦 你怎麼看 電子業在台灣都是比較低調啦 少數一兩個之外 大部分都很低調 很少人 會像那個林百里說什麼 還要搞到什麼 顧問博物院的什麼 顧問團團長 然後把自己的秘書 當作秘書在用 然後進出這個什麼 那個那個 長寶庫裡面 喜歡熱鬧吧林百里 真的開玩笑 很多人低調 但是他們在對於喜歡的人 我那天也聽光琴講 就是說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會認為說 這個人我喜歡 因為他對台灣 未來會有幫助的 他就會幫忙 從崇先生開始 一直到後來的 陳水扁或到馬英九 大家都有這種感覺嘛 電子業是這樣 所以秘書先生當年 也有一些電子業的金主 幫忙贊助幫忙支助 有多少我不曉得 但是我聽過 好像這些人對他很欣賞 老宣昨天聽說 講一個很妙的話 他覺得他要誠實以對 當然 老宣很妙 他去特徵組 那記者要拍給拍 昨天這一張照片 是他這個出路給拍的 那他更妙的是 他直接公開講 他會誠實以對 他會誠實以對 我幾乎 我幾乎覺得 他很有可能 會say yes 有給錢 我感覺了 他願意跟小段 在同一聚會 不是說同一聚會吃飯 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說的 小段說的那些話 你想到他心情是怎麼樣 OK 已經就是說 對蠻有很不滿 已經這個 已經算了 獲出去了 然後他到那邊去 我也感覺如果真的是 誠實以對 對 會全部收出來 而且會把人民都會交代清楚 就人事實地物會交代清楚 那我再相信一定會 所以 好那我們再推演 如果有交代清楚人事實地物 第一個 不管都出來的錢是不是兩億 就算是兩千萬也是為數不少 也是錢 第二個總有一個對口的人 所以對口的人就很難釐清了 你今天如果送錢的人說有的話 對口的人 你怎麼去撇清說我沒有收錢 那而且對口的人 收的過程當中 人事實地物 如果他交代的很具細明義很清楚的話 這種事情是很容易辦很容易查的 我相信如果真的 像我剛剛猜測那種情境的話 那種心情的話 他大概連你剛才說的對手 不是對口就是說 誰收他錢 怎麼處理怎麼收 時間地點 然後甚至於說 我們也派了公司某個人 到某個餐會 進工業上去 然後進工業有多少人 那都有攝影下來 那幾桌下來 那沒有百億 不是沒有千億 沒有百億 有幾十億 這些狀況是 我是在想說 馬英九如果去面對 可能發生的這些 未來的那種案情 我真的不敢想像 你知道嗎 好 周曉平同學 你怎麼判斷 我昨天最驚訝的是 有媒體記者轉述 老軒對外說 他去特徵組 而且他要誠實以對 那老軒其實也可以閉嘴 什麼話都不說 對 那他選擇 記者要拍就拍 記者問我誠實以對 那擺明了 基本上 他出來 就是案外案 本來終於扣藥 咬的是頂心味家有沒有送錢 現在搞不好 檢察官唯一可以找到人證舉證的 至少人證物證可以舉證的 搞不好是老軒這條線 是 因為 就等於是槓上開花 無心插柳柳成英 有心摘花而花不開 有心摘花就那兩億 未必頂心會講 而這些反而電子廠 如果他誠實以對的話 我覺得不管宋楚瑜 不管陳水扁 不管馬英九 這些這麼大的官的人 其實他們都有犯了一個毛病 那就是他們吊子拉太高 像老馬 你高舉千年大旗 就是 他們第一個時間都沒有 沒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 如果我們結論是有收政治現金 他大概就毀滅了吧 可是一開始承認沒有什麼大事 就好像老宋你的長官說 廁所沒有錢修 後來被查到五個房子 其實五個房子 新票也沒有貪污 快證明他清白了 可是吊子拉太高就很矫情 就是做大官門 那兩個字改一下 改一下 然後呢 然後宣明志 據我了解 就是他們常常掛在嘴邊 就像劉委員講 其實是實情 因為他們常常講 我捐錢給誰 他就我開心 我還有幫不了 這是口頭禪 然後這些店子搭 又不是那些搞土地的 我們都不搞土地 我們搞土地 現在已經賺了幾兆了 都這樣講話了 宣明志也喜歡大口 吃肉 然後大碗喝酒的 對 他是個性情中人 像一個俠客 他的歌曲 他跟曹靖長其實還蠻像的 然後呢 那他們呢 我認為2008 會捐比較多錢給馬英九 他們雖然不要 他們當年覺得自己是核建案的受害者 想要趕快轉換政權 他覺得很悶 而且說你不要幫我任何東西 我也不要賺你政府一毛錢 你只要兩岸開放 讓我們有 讓我們核建案不要算違法就好了 對 你看看我晶圓代工得欲去大陸做事業 是他們只要求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他們心裡是非常 他們認為草土地是非常低級的事情 他認為我是名門正派 所以我要問你嘛 以他這種性格 他昨天那個場子 我認為會講 你認為他會講 我認為什麼都會講 什麼都會講 薛明志的個性 你認為他什麼都會講 他不是個隱晦的人 好 那所以結論就是 萬一他什麼都會講 而過去大家直接間接聽過他講的 傳言屬實的話 滿久就很難釐清 他怎麼收政治獻金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講不講有沒有真相 而是到底有沒有捐錢是真相 對 我們小段也講的不見的是真的 對 如果小段講的是真的話 他會講出來 如果沒有捐他也會說沒有 他為什麼會講我的判斷是 第一個他的性格 第二個他跟曹青城現在幹什麼混 他現在根本看台灣 看馬英九什麼這些都不重要 他在搞什麼 他們用大量人力物力結合 網路志工搞一個是叫做統一公投 那你會說這個 真的他們談什麼 你跟他談什麼見面都見不到面 談這個他就跟你見面 然後他搞什麼 對曹青城有一次是想要辦一個統獨公投 那對 統獨公投我說 那你就被我就跟他聊天 那你就扣你帽子 你就是外省人 你現在才叫新 他不怕你扣 他是新加坡人 對 新加坡人 他說不是 我們要用他講內容很複雜 我有簡單的話講 就是說 什麼叫統一公投 不要看統一 是我們統一他 不是他統一我 我們慢慢改變他的民主的思潮 他有一套 他很愛講這個 他所有的心思 這個是超越總統的政治獻金 我的看法是這樣 好 我們稍後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4年 1月14號 我們看到柯文哲當市長 三大案立刻有意見 一個四大運 一個大巨蛋 他說美和事也要重啟調查 然後為了這顆蛋 中華民國耗了20年 最近幾天 柯P跟趙騰雄互嗆 柯P說 你不要藉著網路媒體來放話 趙騰雄說 現在是人命不如數嗎 大家只要護那一些數 都不要顧著人了嗎 他說他要開的這個大巨蛋 往外的地下的要道 是要疏散大巨蛋的人潮 這一顆蛋 這20年來引起多大的爭議 那同一時間 柯文哲的戰場戰役很多 不是只有跟趙騰雄 為了一顆蛋吵架 同一時間 林口合宜宅 現在到底要怎麼切割 怎麼分房子 跟朱立倫也互相來搶 那同一時間 雙北都希望把這個合宜宅 作為自己 作為首長任內的很重要的政績 所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 把大坪數的切成小坪數 這樣合宜宅的戶數 就可以增加了 將來自己要選舉的時候 就可以打出文宣說 自己蓋了多少合宜宅 我們看到 柯文哲當家之後 到處開戰場 到處互嗆 到處互嗆的背後 有多少部位人知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紀國動物委員 名官 相信大家好 再來劉雄同學 大家好 再來劉雄基因委員 大家好 再來馮光雄同學 大家好 好 曾出席同學 大家好 再來是光琴 大家好 這個 為了這一顆蛋 中華民國呢 吵吵鬧鬧了超過20年了 最早這顆蛋是 阿扁當市長的時候 成立一個巨蛋吹聲小組 那個時候要吹蛋 吹蛋要打棒球 沒想到走到2015年了 台灣社會現在說 這顆蛋要參與四大運 那這顆蛋可不可以完工呢 照滕雄的說法說 這樣搞下去 他是絕對完不了工的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大家也知道 我現在身份 勇敢 但是呢 我媳婦還是要見過 今天要對你們 我昨天晚上想來想去 真的睡不著 有必要這樣 一要再再要三 來打這一些嗎 藥蓋巨蛋卻被柯文哲說是壞蛋 記者會上趙騰雄神情凝重 十而低頭沉思 十而抬頭仰望 他決定要槓上科神 現今的市長應該是一個很務實的 也是很smart的人 為什麼下面的人 不給他充分的諸信 前盤掌握前盤了解 好好去做正確的決策 允雄或者趙騰雄做錯哪一些 柏馬市政府揚言要毀約 趙騰雄對柯文哲下最後通牒 指出殺手劍要北市府攤牌 同一時間正在召開市政會議的柯文哲 也很火大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市府溝通 我們雙方不需要透過Yahoo新聞互相溝通 我對這種態度不是很滿意 如果你有問題我們就專業解決 所以外面放話也沒有什麼毅力 如果柯社長柯先生 願意見我 我二十四小時都會去跟他做辦法 趙騰雄怎麼敢去跟政府關聯放話 如果能放話 就不會發生這一次的事情 兩人隔空互嗆大巨蛋的興建 隨著柯文哲上任增加了許多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 好光琴我們這兩天看到 柯文哲當了市長之後 那開始視察四大運的選手村 這個大巨蛋美和四 一個接著一個爭議開始引爆 那這兩天他跟趙騰雄互嗆 互嗆趙騰雄的說法是說人不如數嗎 你們就只護那些數 那我呢希望這個光附南路 這裡稍微開一個通道 地下通道出來 你們都有意見 然後柯文哲說 你有問題你來跟我談啊 你這樣子透過媒體放話 你到底是在幹嘛 欸這顆蛋喔 台灣社會敷了20年 敷了20年 從1995到2015 竟然都還在嗆話還在吵架 對大巨蛋其實有很多問題 現在柯文哲跟趙騰雄爭執的點 其實是一個局部 就是呢原先大巨蛋蓋層之前 它是四線道 現在要透開五線道 五線道之後呢就要往後縮 所以會影響路數 那它改變的工程包括光附南路上 分隔島變成進入園區的地下引道 然後光附南路上的人行道 改為車道之後呢 必須要移植87棵樹 那我們知道喔 原先松菸改建之後 它裡面原先就有800棵樹 你現在又要移植87棵樹 那是這個我們講互樹聯盟 他們講說斷樹根的作為 所以他們早在郝龍斌當市長的時候 就跟郝龍斌陳情 而且呢有為數相當多的里長 總共連署了744人 他們也向郝龍斌陳情 就是爭執點在於說 互樹聯盟包括現在的柯文哲 因為他選前是有一些這個承諾的 他們是希望以路就樹 就是以樹為本啊 但是趙騰雄跳出來 這個已經收押出來的 你看他希望回歸到原本的 以樹就路 他甚至講了一個非常 似是而非的 他說呢現在的以樹 這個數量為主的話 未來他們如果經過改變 會增加2.5倍 為什麼不呢 其實喔 這是他的說法 但是喔 你何須要先毀掉87棵樹 然後再造呢 這個都是一個未知數 那互樹聯盟一跳出來 還質疑大巨蛋 到底有哪些問題 譬如說第一個 你的樓地板面積 原先規劃只有31萬平方公尺 為什麼到後來呢 卻擴充了49萬平方公尺 第二個 為什麼是特許50年 而且是零權力金 第三個 在那樣的一個精華地區 為什麼租金只有公告 地價的1% 這不合理嗎 另外過去監察院 也提出相關的調查報告 裡面說 原先這顆大巨蛋 是要又圓又漂亮的那個大巨蛋 結果你們把它設計成扁蛋 橢圓蛋 市值就說了 這個上百億元 這是黃黃熊等監委他們當初提出的 然後呢 其他零零種種的一些問題 還包括 不符合國際賽事標準 那最主要的說 現在環節是 集中在這個露宿 所以新任的這個 市長柯文哲 他提出以後呢 那趙成熊說 那這樣子的話 你變更設計啦 尤其我們有訂合約的啊 那記得問趙成熊 那你要怎麼樣 他要不排除要求償 那相關的環評是不是要重做 整個計劃是不是要重做 這些都是問題 所以我們就看到 柯文哲他現在戰線拉了很多 戰火四射 還包括我們講說選手村 他要去增這個戶數等等 這些都造成了一個 目前喔 我們看新人新政 但是我們有一個標準就是說 誰講的對 誰能夠照顧最大的公民利益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個 膨量的標準 好 劉雄同學 你怎麼觀察喔 這一顆蛋喔 我們的這個助理 大概拿了這一張照片給大家 現在假設你去中校東路 跟光復南路的外頭 那附近周圍看 他差不多就長成這樣 他這一顆蛋的 主結構的建築幾乎快完工了 那戶數團體喔 每天24小時 刮風下雨寒流來 照樣有人在那裡輪班 然後在光復南路 我路過好幾次 他們就搭著帳篷 然後真的是安在雜營 還旁邊喔 弄個小瓦斯爐 有時候煮點熱湯 熱火鍋喝 好 複數團體顯然 是跟趙騰雄遠雄槓上了 那台灣社會要觀察的是喔 不管怎麼樣 柯文哲當市長了 這一顆蛋的命運 跟他的未來 柯文哲必須處理 我想不能夠不談一談 這個不能說叫歷史 就前面的問題 請問這個地方原來叫什麼 叫做 松菸文化 就體育我發現 就這麼單純 那為什麼後來 增加飯店賣場 為什麼會增加這些東西 當然中間還有人 常常有人在講說 當時還蓋豪宅 幸好被弄掉了 那我請問 是不是我們要跟高鐵一樣 不要說會倒閉 那當年的計劃說 不會倒閉啊 還會賺錢啊 那為什麼現在會倒閉 我們是不是把前面理由先 先責任先離心 我不要受這個 趙騰雄的威脅 我要停 我停建 請停建 立刻大家要離心 離清楚 到底是遠雄的問題 還是歷任市長的問題 還是這中間有任何的 夜管單位的問題 我請問 我們光說這個 互數這個團體 目前我知道 在台北市政府 有一個固定的單位 跟這些人在聯絡了 好 不管這個說什麼 7000人15分鐘 7000人要離開 對不起 那個地下道旁邊是什麼 是很多賣場 對 沒錯 那我要賣場幹什麼 如果是要通道的話 那賣場通道不可以開 我們馬賣場拿掉 可不可以 所以胡說八道啦 嚴格講我就說 這就是不斷的用頭腦 然後當然生意人 在商延商 他沒有利益 他為什麼要做呢 可是問題是你市政府 為什麼一再退縮 你的他的融機率都增加 這些問題我相信 幸好我常常講 幸好因為 這一次台北市市長 不是國民黨的人 如果是連勝 我們假設是連勝的 我問的話 請問有沒有這些問題 都沒有了 誰受害 我跟各位報告 只要大巨蛋一完成 只要辦任何一次的這個 我看比賽會很少辦了 因為不合規定嘛 對 大部分都在辦演唱會 辦這個那個 每一次都是那個地方的災難 因為人太多了嘛 假設真的如他們所說 一次能夠5萬人 10萬人進來的話 那不是災難是什麼呢 所以說 我覺得 不要被趙能雄這個威脅 我要感謝我們 所有台北市民 投票選出一個叫柯文哲 讓很多的事情 從大巨蛋 從四大運 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公司專用道 選手村 美和市 美和市 甚至於將來 我們是不是把那個 那個貓籃 什麼也抓一下啊 貓籃也要抓一下 你連貓籃都要開戰啊 文無憲都要抓一下 為什麼 文無憲為什麼當時要增加 一倍的預算 我們這些人都投票 你也投票了 我跟你講 我們都著作為虐啊 對不對 我們當時為了說 是馬英九的事情 所以眼睛很討厭 但是還是按著 閉著眼睛蓋給他了 為什麼要增加300多億 後來文無憲剛開始 也出很多問題啊 所以我跟你講 馬英九的任內 是一大票爛事 大家都說他七年了 我有很大的質疑 大家要知道 其實護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他們要護的東西裡面很多 我舉個例子 在這個整個的這個爭議裡面 有一個叫做台北市體育文化園區 與國父紀念館地下通廊及南側出入口 新建工程 OK 這個工程有什麼爭議 這個東西其實非常的重要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根據這些護術這些志工 他們給我的很多的資料顯示 現在其實為什麼 趙成兄他們現在這麼急的做這個東西 他們說 如果你到時候 這個整個的大巨蛋的人潮散了 你要怎麼疏散 你要有通道疏散人潮 通道說OK 如果這樣子他們的講法是對的話 那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在去年的7月29日 就是說台北市政府 跟這個遠雄他們 就是說他們重新弄了一個 就是說這個協議的東西 就是一個像是一個企劃書的東西 為什麼那個時候 那個原本 他是寬80公尺的 這一個地下的這個通道 他後來因為他要清建 他又加了很多的改變設計 他裡面包括什麼 廁所啊 機電房啊 這邊14公尺 然後後來又加了40公尺的什麼 他是做這個所謂的這一個 商業的這個 對 地下道的賣場 賣場啊 所以呢 他只剩26尺寬 嗯 26尺寬 然後他再到國父紀念館那邊的時候 這邊剛好是兩個 他就左右這樣子 這樣子 弄回去 我打個岔喔 這一條路是忠孝東 對 那忠孝東路切過來 旁邊是國父紀念館 大家都知道 對 另外一邊其實就是大巨蛋的基地 對 那這一條路呢 本來中間喔 要串連一條路出來 讓兩邊可以互通 對 他疏散人潮的時候 也很容易疏散到國父紀念館 這一端 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本來要互通的通道呢 他規劃80公尺 對 那80公尺如果全部都拿來通人的話 當然就可以疏散最多的人 對 可是他有14公尺要保留給廁所或者機房 這也合理嗎 對 因為他運作跟管理 對 好 假設我們扣掉14公尺的話 正常的狀況下 應該還有66公尺 對不對 對 就是說這條路是不是拿66公尺的路都來疏散 是 那66公尺呢 他要讓人走 26公尺 另外40公尺 如果是賣場 這拿來買 蓋荷價格小 租金蓋荷坦嘛 所以他66也不是拿一半讓人走 他大概只有拿三分之一讓人走 所以互數團體 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極力的為台北市民的權益 在這邊做抗爭 結果呢 那現在台北市政府是說 好啊 那我們就是說這個商場的事情 商場的事情我們暫時擱置 可是不排除說以後 那個地方做展演空間 也就是說 他們還是在打這個40公尺的這個主意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他們背後在想什麼事情 那我們再看到整個的這個設計更動 然後我們就要提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如果今天人潮全部往這邊走 對 然後原本是80公尺的一個疏散的人潮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一個寬度 最後變成26公尺 就是說從這個東西就好像是漏斗一樣 對 你這邊很多人過去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突然變小 變小之後呢 你到最後左右兩側 就是說到了國父紀念館那一側的時候 樹上出去的時候 那邊是更小 所以萬一發生一個擁擠 對 發生一個所謂的這個擁擠的 就是說前後面推前面的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發生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採死人的事件 就好像今年的在上海這個事情 上海還不是說前面比較小 後面很寬 不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只是因為大家就往前面擠 如果是這樣子 前面越來空間越來越小 你知道然後後面這樣擠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互助團體 替台北市民把關 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工作 那後來 那我們又要再問 你知道為什麼 後來要再問的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您在向前看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這個 光復南路跟周孝東路 這一顆大巨蛋 中華民國孵了20年了 真的是淡淡的哀愁 20年後還在吵 那光遠 現在兩邊都很硬 趙騰雄跟柯P的說法都很硬 不過周圍的互數團體 他們有很多考量 聽起來也是合情合理的 對 就以這一個26公尺 就是說原本總長80公尺的通道 到最後他真正可以行走的 只剩下26公尺 幾乎只剩下將近四分之一 那除了保留給機房的之外 旁邊通通都要開發成商店街 商店街基本上就跟你 捷運地下商店街 或者百貨公司地下賣場一樣 通通都可以賺錢的 可是相對上 萬一人潮汹湧的時候 他要疏散人潮 真的就有問題了嗎 對 然後還就是說 其實因為最近鄉民很喜歡做夢 鄉民每次做夢 其實就是好像這個是神機一樣 那就有鄉民做夢 他們就說 為什麼遠雄這個時候這麼急著 要把這個下面這個地下道的東西 把它解決清楚 地下道的東西其實是 馬英九市長那個時候 特別優惠遠雄給他們的一個 一個特別的設計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 現在鄉民做夢是夢到說 因為對面大巨蛋那邊 裡面有很多的這個商場 國富紀念館下面正在蓋大型的這個停車場 對 如果大型停車場裡面 有很多的中國的客人來的話 他們其實是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地下的通道 很容易的就到對面去進入他們的商場 那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跟商業的關係 那我打得差 所以鄉民的說法就是說 這一塊肉等於是 馬英九市長任內 多送給遠雄的Favor 對 就原先就是設計的 就說設計下面這個通道 基本上就是 這馬市長就說特別 對於某些企業他非常眷顧 那當然就是說 那最後他們會怎麼回報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大巨蛋的問題 大巨蛋其實就是一個大的恐龍蛋 這在天龍國你蛋一個恐龍蛋 這基本上是合理的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大巨蛋現在還有一些其他問題 包括就是說到時候 如果士大運開始的話 大巨蛋會作為一個開幕的一個地方 所以到時候他會有很多 例如說音響工程 這個燈光的工程 舞台的工程 就佔據了這個大巨蛋裡面很大的面積 所以沒有辦法去打棒球 那拜託 我們當初就是說 建這個大巨蛋不過就是要打棒球 對不對 所以不過想想看 你知道我們小巨蛋原來是要打籃球的 打了沒有呢 也沒打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事情 人家鄉民真的很厲害 他說一載金城 裡面有沒有金城舞呢 也沒有啊 所以都OK啊 你知道嗎 什麼老婆餅裡面有沒有老婆呢 也沒有啊 所以大巨蛋 本來打棒球不打棒球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要知道 如果大巨蛋這個整個的建筑 到最後要打棒球的話 其實還必須好好經過這個WBS 就是世界棒球壘球聯盟的認證 所以到時候大家看好戲吧 那一個場館已經確定認證 不能打國際級的棒球 那當然你如果說 要偶爾給職棒打OK啊 可是給職棒打是收不到什麼 多大的錢跟權利金的 那一輪有事 你怎麼看 這個很簡單 這整個事件起源於要打棒球 結果你搞到最後 根本沒有辦法打棒球 那不但你說你遠雄 你有去贊助過任何一次棒球的賽事嗎 沒有 我們這個國家甚至連職棒 都快要生存不下去 還有職棒隊呢 要關門的 要解散的 那你蓋一個那個大巨蛋 要蓋什麼 蓋給誰打球 沒有根本 所以到最後也蓋出來也說 其實也沒有真的要蓋給他們打球 只有為什麼 只有執政者浩大喜功 郝龍斌浩大喜功 想幹嘛 辦世大運 好 然後呢 再商言商 商人呢 想幹嘛 想賺錢 那你為了你自己的浩大的喜功 就有圖利之嫌了 因為沒有人會來蓋 他其實對棒球根本沒有興趣 他只有這個賺錢有興趣 那人民呢 人民擺在哪裡 人民不見了耶 只有你一個浩大喜功 一個想賺錢 然後把人民的利益犧牲掉 可以這樣玩嗎 當然不行啊 我們在想 這一顆蛋要花這麼多錢 然後做什麼用 不能打半球 做什麼用 只有辦世大運 讓郝龍斌或者朱立倫 或者馬英九光彩一下 然後我們就要幾百億丟下去 那這個錢是大家的錢 可以這樣玩嗎 當然不行 所以戶數聯盟我認為不只是戶數 這個真的大家要注意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蓋下去 只能辦演唱會 800年辦一次演唱會嗎 好啦 我們不說800年啦 你一年辦一兩場演唱會 然後幾百億放在那裡 符合多少人的利益 所以這個東西蓋出來以後 50年這個利益 我不要到最後 我們看到這個大巨蛋 變成一個大型的那個 雜七八八的亂成一團的賣場 好像只能看到這樣 有可能喔 真的有可能啊 為什麼 因為沒有什麼大型的賽事了嘛 除了世大運 那世大運辦過了以後呢 這一顆蛋在那裡要做什麼 我先問台北市政府 那柯文哲看到了這個問題啊 你先告訴我 這一顆球 你又把它割成這樣商場 你這一顆巨蛋 世大運過了以後可以做什麼用 我們都看到了喔 都很清楚看到說 這個住宅後半段主持人會說 住宅的部分 那個 寫手村的部分 世大運過了以後就沒有用 就只能做其他用途 那說好 現在規劃一個合宜住宅嘛 那請問這一顆大巨蛋 世大運過了以後 你要做什麼用啊 那老張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爭議嗎 你怎麼觀察 我感慨最深了 因為我從小就在那邊長大 對 松山煙場我姑姑 我很多唐嫂都在裡面工作 所以那個是早期的日式老房子 跟日式一大的堆數 我在網路上看過他早期的老的照片 超美啊 我很多小學同學的父母也都在裡面 旁邊包括那個松菸的宿舍 我小時候常常去啊 那個建築物就是都已經有歷史性了 所以現在講說馬金這個集團 絕對是應該下地獄了 第一個那個地方根本不應該搞巨蛋了 多麼漂亮 你台灣拿什麼拿高樓大廈去跟人家競爭嗎 拿這些東西去跟國際競爭嗎 就是我們原來有的東西 我跟你講當年那個建國啤酒廠也是要搞掉啊 我們就跟它爭啊 我說這個亞洲第二個老的這個一個啤酒廠 而且是從德國過來的 你到什麼地方去找 那個松山煙場是那麼老那麼漂亮 你第一個給它搞成體育就錯了 然後你現在要給它搞成這個商業 黃黃雄雄他們講 你本來這個體育園區變成商業園區 你是錯上加錯 好現在兩個併發症都來了 體育園區一下子疏散說人這麼多 現在萬一壓死人怎麼辦 趙騰雄想說人命不如樹嗎 可是我要問趙騰雄 樹的命真的跟人命一樣值錢嗎 你的意思是說 好像樹的命跟人的命應該平等的 就現在樹的命比人命還高 這是事實嗎 多少棵樹已經被你們消滅了 你們眼光中只看到土地 只看到錢 只看到商業 你們有什麼人命 你們對樹的不珍惜那個價值觀 他在講說 昨天講說那33棵樹 醜得要死 算什麼玩意兒 你對這個生物你有感覺嗎 所以我要講說 這個東西是很嚴重 他這個價值觀的問題 好 我其實看到更可怕的是 這民間團體在質疑的時候 至於說為什麼 給他這麼低的租金 完全免權利金 你剛剛講50年 他怎麼講 這個台北市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的 執行秘書高文廷怎麼回應 他說 蓋這個巨蛋 還花錢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這個賠錢窩 以後每一年要花私益來養 我一聽 他要維修的啊 我頭都爆啦 這這個賠錢窩不是更恐怖嗎 老政那你是超級市中心一大顆蛋 他如果沒有維修管理 整個會壞掉爛掉 是 我們看過很多游泳池沒有維修管理 你好不容易弄了一個游泳池 結果整個還是壞掉爛掉 重點是去承接經營的廠商是 善人是啊 是布施者嗎 是神經病嗎 一年要虧很多錢虧事業去養 他怎麼弄回來 他怎麼弄回來 一定是違反原來的目的嘛 你明明知道他虧錢你還給他 他很高興說 嘿 瞭解又去走 嘿 他花了錢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會弄回來啦 有這樣的官員 這個怎麼高文庭呢 你光這種官僚 我們老百姓如果容忍嘛 他一再的變更 一再的搞鬼 裡面一大堆大巨蛋 現在變成大弊案 你問那個趙彤雄說 為什麼本來體育園區 為什麼現在變成商業 他說喔 蓋好之後 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空的 沒有在用體育 對啊 原來是搞體育的 你現在三分之二的時間 他們只要空著 你怎麼可以讓他通過呢 現在變成理所當然 盜國為陰 說他就空的啊 所以我來做商業變成競雄 可是你原來 告訴我們是體育園區 是要打棒球啦 怎麼可以這樣子搞 所以你從這個決策到執行 都是一而再的扭曲 一而再的變更 好 現在他盜國為陰 現在變成說 那為了三十幾棵樹 影響到人命 大家想說對啊 這個巨蛋擅長的時候 人潮洶湧 萬一來一個踩踏 會踩死人 可是我真要問 這個鷹 是誰種下來的 前面一大堆 你本來如果酥酥朗朗的 還有這個定性存 別的這個開發區 大家在裡面 會有這麼多人嗎 你現在把它搞成一個體育 然後一下子就 又觀賞那麼多人 然後你平常又搞成商業 然後你這個商業 剛剛講又擠壓了 原來體育的空間 我還看到那個 照成那個那個 黃鴻雄的報告裡面 更嚴重的是 你體育也不成體育啊 將來能不能打棒球 還不知道 因為它變更的設計 如果沒有認可 沒有被通過 好啊 那全輸 本來不應該要搞這個巨蛋了 現在搞的巨蛋已經錯了 這個巨蛋 將來還不能夠 不能夠真正來打棒球 不能夠孵蛋 還不能夠被認可 原來體育目的也錯啦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又去搞商業 商業又把很多國家的這個權利 免費點送給這些商人 你們一而再的變更 那個檢討報告裡面講說 當時台北市還本來想擋住他們 結果趙成雄被駁回之後 弄到中央 中央的工程會 當時不知道誰搞的 那些委員 而且那個監察院報告裡面 好幾個是不專業的 那這個民間團體 要說這委員 還去跟趙成雄他們這個集團吃飯 結果從中央壓下來 你看到一大堆問題 不是33棵樹的問題 就是這麼大一個官商勾結 而且不只是勾結 你們賺的錢如果還做點事 你還給我們留下災難 還給我們留下這麼多 一個不可收拾的東西 你整個趙成雄自己還敢出來 說我現在不應該出來 你為什麼出來 什麼叫做人命不如樹 你們真的在乎這些樹的生命 你們就會愛護人 如果你們在乎動物 在乎貓狗的生命 那你們就更愛護人 你們若此輕賤 你們若此地糟蹋這塊土地 你們這是台灣最大罪人 好 我們稍後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連帶項 請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北市長新任市長 柯文哲上任之後 果然到處開戰到處開火 這個大巨蛋呢 他直接跟趙騰雄公開對嗆 嗆來嗆去趙騰雄的說法是 難道人不如數 那這個柯文哲的說法是說 你有什麼話你就直接講啊 請問你透過 雅虎KIMO的新聞放話 到底有什麼意義 不過柯文哲的戰場 不是只有大巨蛋喔 林口合宜宅也連戰三天 從選手村到底有沒有亂花錢 到合宜宅喔 將來蓋喔 要怎麼分 現在大家都很妙 大家都想要把評數切小一點 因為將來大家的政績就可以說 我蓋了多少戶合宜宅 那個戶數就會增加了 大家都開始在玩遊戲了 那柯文哲今天的戰場 不是只有這裡 柯文哲今天呢 還有去盯這個富邦金控的 獨立董事台北的官方市政府的代表 到底將來他可以派幾個 那紀委員你怎麼觀察 柯文哲現在到處開火到處開戰 我建立喔 不要同時開這麼多的戰線 這個我沒有那麼多隻手 那麼多人力來查這些相關的問題 這個大巨蛋啊 本來是一個鴕鳥蛋圓的 那現在變成雞蛋鴨蛋扁的 鴕圓形的 所以他與此設計啊 就很多質疑 那減少了7萬多平方公尺 那旁邊就有影城跟shopping mall 對 然後呢 聽說市值也減少100多億 那這當中啊 大家都知道 會生會營啊 包括很多評審委員 突然賬戶暴增了數百萬 雖然查無真正的實據 可是以後來啊 遠雄也發生一些問題 讓人家覺得 哎呀這當中 是不是有些地方真的是 真的是人某不章 那當然現在是 我覺得覺得事情比較重要啦 這個事情不要說 啊是不是要 趙總統講 熊講說啊 那四大魚是不是要開天窗 那是不是 所謂這個人不如數 嗯 還有他他還還嗆柯P說 我24小時等你 我覺得講這些話 都是一級用事 嗯 不要什麼人數 孰輕孰重 嗯 你可不可以人數共存共榮嘛 你想個兩全其眉 你一起24小時等柯P 不如利用24小時 你這樣在家裡想一想 說我怎麼做 才會讓大家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記得他之前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做這個巨蛋啊 是抱著做公益做善事的心情在做 他好像講過類似的話 可是我不曉得他現在是不是有做善事 跟做公益的那種心 顯然啊現在大家罵了 比稱讚的還多了 那我的看法 數百億的建設 應該要非常審慎 你以其他做 你又覺得哪裡做不好 要改也來不及 真的不行的話 我這樣今天不見得很成熟 打掉重練嗎 不要 真的不行 很恐怖耶 做一個全面性的體檢 搞20年了 來一個公投啊 看台北市民的公投 看要不要建啊 我跟你講很難講喔 蛋蛋公投 沒錯 好蛋蛋公投 贊成續建 還是贊成榴彈 還是贊成飛彈 不要為了趕個什麼 什麼四四大運 什麼運 我跟你講齁 然後呢 倉皇上路 我就舉個例子好了啦 台中的VRT 倉皇上路 你看行控中心出一大堆問題 對 林家總還講那麼難聽說 這是一個騙局 對不對 你看還有那個歌劇院 不是說已經好像起用可以用什麼 結果現在啊 連廠商都要求要最下一算耶 很多工程不要為了面子 我覺得理智比較重要 尤其如果說 當時哈蓋的立法本職 他本來最初的初衷 是要真正做體育用途 那你今天說三分之二以上時間 要做商用途 也不是不可以嘛 你要講到讓民眾接受說 你這樣講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你憑你自己一個廠商 那邊想說怎麼做比較好 你再商言商 你當然會這麼講啊 所以我覺得喔 趙董 我相信他經過前陣子那一段啊 追心痛 這個 之痛啊 應該他的想法會改變 這個這個用公投啊 其實礦日費死了 就很簡單 台北市政府跟這個遠雄之間 大家再來談 然後把所有過去 為非作歹的東西 都彈出來以後呢 我就不要你再做了 我停止BOT 對你花多少錢 政府就收了 把旁邊的東西都打掉 就剩下個巨蛋就好了嘛 做什麼不可以 我覺得政府的魄力在這裡 我說實話 這一塊地價值多少錢 千億耶 現在趙騰雄了不起 花五十一一百億嘛 這個上趙的 上趙的東西 讓趙 趙騰雄 趙騰雄 他花一兩百億 就用一趙的東西 然後大賺齊錢 然後五十年以後 他還可以跟政府講啊 我繼續經營 那他要賺多久啊 當然 我認為這些 我弊病在裡面 我沒有把它當作弊案 所以剛才 這個這個 這老師說得好 這不是大巨蛋 這大弊案 真的 然後你看 這個 林口那邊的這個 這個 所謂的國宰 國宰條例 已經廢止了嘛 住宅基金 也不能再用了嘛 為什麼 把所有的住宅基金 拿來用這裡 然後讓我們青年的 那個住宅的補助款 貸款 通通沒有了 沒有錢了 我說啊 我很誠懲的建議 另外不是還要花25.99億嗎 我拿25.99億啊 不管去租大飯店也好 不管讓台北市的二司所這個大學 能夠把他的那個舊的那個宿舍 稍微更新一下 軟水器換一下 空調換一下 床部換一下 這些學校會高興死 那學生高興死 暑假期間 就讓外國學生來住 然後讓我們學生當義工 發點小錢 讓他跟外國學生來交流 這不是一舉數得嗎 然後我們林口蓋了 已經蓋就蓋了 把它當作百分之一萬的社會住宅 指數不賣 這是一法院 103年的12月30號做出了決議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不起 不要在那邊騙人了 還要搞個這個 台北林口到這個台北市啊 請問光琴就好了啦 他每天上班要不要花30分鐘 40分鐘 那個時候再有400輛 有的時候搞不好搞一個小時 一萬兩千個選手啦 同時啊 不會同時 同時還要500輛的這個 這個那個那個叫什麼 遊覽車 那你不要30嗎 那比賽 球賽已經名槍了 結果選手沒在現場怎麼辦 怎麼亂搞 好 光琴 是 我們看到 就是說大巨蛋 他的商業利益 會衍生多少 就是你後面那個板 對啊 這個媒體他們算出來說 至少700億耶 你就知道那個遠雄到底在吃什麼 那還是零權利金 然後租金那麼便宜 所以穩賺不賠啦 那连这个露宿 以假所谓的人命为上 之油 然后通通要消灭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选手村也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谈到大巨蛋 其实跟未来的四大狱是有关系的 我先拿一个这个 刘文雄委员给我的资料 你看 这个整个的四大狱 它其实也包括 因为有一些活动要在远雄大巨蛋 所以这个也包括进去 这个部分台北市他们分配到是90亿 如果新建选手村 这边的是171.6亿 那这还不包括我们讲的 选手村里面的附属设施 跟相关工程30亿 零零种种的总计 一个四大运 在这个部分就花了523.8亿 总体来讲的话 那来多少年间 中央跟地方总共花500多亿 因为他们各自分配四成多四成多 那还剩一成多四他们要自偿 所以你看 迎接一万两千名年轻人 这样等于说一个人被分配到436.5万 每个人的成本来一趟 太高了 太高了 台湾社会准备400多万给他们 那为什么谈这个呢 因为克文哲新上台了 他除了讲说 光是这个附属设施 26亿 盖完就没有了 包括餐厅也要拆掉 你根本不要讲床啊 冷气不要跑到哪里去了 那今天他又出来抢一个硬品 好 选手村这个赛事 12天结束之后 要变成合一住宅 那我们看 今天这个报纸 头版头啦 那原先是新北市的 社会住宅 那现在就说 那我台北市也要啊 我有花钱啊 那原先呢 只要盖2000多户啊 那你现在台北市也进去想 那就变成5000多户 营建署昨天召集他们开会 竟然是 真的是天龙国里面的大天兵 他说那这样子有三种坪数 那我们就把那个 比较大的坪数30坪 我们欠一半各15坪 那变鸽子龙啦 有这么笨的啊 然后其他的两个市长就说不行 还是要维持2030 34坪这三种坪数 怎么可能欠一半 然后一人15坪呢 好 这个真的也是过程中 令人匪夷所思 那12天四大狱 选守村 就要砍16公顷的森林 这是过去宋仙跟这个刘文雄 刘委员他们一再提到了 这个都不打紧 现在变成说 这个中间有 弊端 重生啊 你不能说这不是个弊案哦 因为他的这个选守村的预算是 没有审就先发包 其中又经过八次修改招标文件 然后呢 应小为又出来打 说这里面呢 是不是有图例特定的 这个建商的之余 然后 我刚刚讲这么多数字 这也是刘文雄委员给我的 这整本计划 也有提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 你看 他整个国宅工程 加上选守村 他必须一并的要私做 34栋建筑 干嘛干嘛 那 总共就花165.7亿 我们就算是部署设施 最近 这个柯文哲常讲的 26亿 25.9 就是这一块 26亿 那 我为什么要点光源呢 光源过去打那个 梦想家 对 两天就花下 2.3亿 那你12天我们也会算啊 我们不要算别的 那个硬体的 12天花20多亿 平均一天给2亿 等于是10个梦想家案 那我们受得了吗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 诶 柯文哲 去点这个问题也对啊 人家其他办的都是什么帐篷啊 可以拆掉的 或是绿建筑 我们这次在搞什么呢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这个柯文哲新官上任 到处开战 为了大巨蛋呢 跟远雄互呛 然后为了林口和宅呢 跟新北市呢 抢这个互数 而同一时间呢 台湾社会观察呢 马执政相关的团队要应付财团 可不只是顶新的门绳案 高铁的争议也不少 而高铁呢 明明交通部长说要破产了 可是年底到了 赶快又先发一些年终奖金出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则报道 高铁采改方案破局 交通部准备接管 没想到现在 却有内部员工爆料 高铁一反往常 提早发放年终奖金 原本高铁每年都是在小年夜 过去前一天才会发放年终奖金 但员工发现 今年1月12号 年终就已经贿赂账户 接着就收到通知信件 比往年早了一个多月 他的所带来进来的人马 如果说跟着范子长同进退 因为提早发年终奖金而受惠 我觉得这是民众无法接受的 用一个军心浮动的理由 就可以干净所有坏事 我觉得这个理由根本太牵强不成立 立委执意动机不单纯 高铁公司赶紧重新 最近由于高铁有许多议题 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为了安静人工的情绪 同时也展现公司保障人工权益 确保高铁一命不中断 因此决定将原本在1月底发放的工作 高铁公司因为财务问题 近期冗议不断 采改方案又遭到立委打枪 问题都还没解决 又提前发放赡金 难免影响社会观感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刘云雄同学 我们看到台湾社会 还因为高铁的采改案 有所争议 上个礼拜呢 国民党18个立委 打脸马总统相关的团队 跟毛治国跟叶框石 叶框石都才请辞走来 高铁呢 现在观众朋友跟湘明 看了乌萨萨 一方面说缺钱缺现金 然后说要采改 不然破产 一方面赶快先发年终奖金 先发先零先零先零 我这样讲 还是引柯P做例子 过去我们都认为 政党轮替会比较好 对不对 当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以后 也改变了台北很多的 政治生态 行政的这种漏规 柯P上来以后 很显然很多事情 就被曝光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曝光 难道柯文哲市长 他现在带的人就那么厉害吗 不是 一定是原来在里面 当了行政人员的人 就把这个资料就提供给 他的幕僚 然后把他这个就打出来了 一样情况 今天这个高铁呢 他不是说哪一个人 这个记者多厉害 而是员工把他讲出来了 而且员工就指这个动作 什么原因 员工就当然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说这个员工 或是两个员工 或是一群员工 本来想升官 想加薪 这个动作把他挡了 这个夹尸报工 也有可能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前面的人都认不认真做 为什么你是这样乱搞 连年终掌情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常常讲 不管叫政党论业 我是职务换 因为以前董事长叫做 这个殷琪 殷琪之后还是 这个叫做 欧敬德 然后现在换成这个范志强 每个董事长 你的作为 对不起 已经不是过去一党独大 或是专权时代 你都要把事情做对 才不会被人家骂 一样情况 台北市也好 新北市也好 中央也好 因为你做了很多措施 被柯文哲把它翻出来以后 你们现在利用特别媒体 去骂柯文哲 这是不对的 人民不喜欢 一样情况 高铁 你出那么多狗皮倒灶的事情 现在这个动作 居然先发年这个 所谓的年终掌金 然后他的发言人 也出来在那边解释了半天 拜托一下 还有几天过年 你不是要倒闭了吗 你倒闭的钱 一个拿出来给大家当作这个 资钱金来对啊 什么来一圈发年终掌金 谁最多 当然是 董事长领最多啊 最多嘛 那这个董事长干了几年 不到一年多嘛 这没有道理 我这对范子讲学 觉得很可惜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 很优的CEO 不过 他是不是又跟马英九一样 都觉得自己的来人人不长 所以大家有能老就老 这也不对的 我必须讲 高铁的问题啊 就出 就发生在两个人 一个就是毛治国嘛 看起来好像就是毛治国的问题啊 从过去 他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就想去当CEO 就会被 当然这是媒体说的 然后这个英琪不喜欢他 然后当部长以后 他修理英琪 这也媒体登的 这个英琪也自己讲 从头到尾 他对 从开始 我们光几名是 都我们一起宣传 他当筹备处 处长的时候 就高估了这个财务报告 为什么要高估 是你不懂吗 还是你故意的 还是你要 你要帮谁的忙 这些东西都要拿出来 检讨的嘛 好 就是因为 现在毛治长当院长了 奇怪啊 所以 所以我说那个 叶匡使在 答复那个 蔡其章讲的时候 就说 我不离开 这个部长了 因为啊 现在高铁不会倒了 结果蔡其章说 为什么不会倒 他说院长换人了 老天啊 原来是里面 还有这个 这个密码在里面啊 毛治国就是这个坏蛋 可能是吧 可是他的打手是谁 就是叶匡使啊 据说啦 南部地区啦 我要请调他去 我们现在正式兼职啦 好 有些部长要离开他职位以后啊 准备要成立很多的民间公司 要干嘛 当时就是要搞这个东西啊 搞这个东西的什么 民间公司就是操作杠杆 财务杠杆啊 然后再加入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啊 所以我说啊 你是说要成立高铁的相关的 就是一定要参加这个 因为当然是真知嘛 对不对 成立民间公司 将来变成新股东 政治进来变成高铁的股东 这些人的坏习惯 平常吃吃喝喝就算了 然后他都要通过谁 都通过华航的总经理在付钱 都固定两三家的这个餐厅 我想很坏 所以我给你讲 还好叶皇子下来了 不然听说了 传说这位总经理要升董事长 要把原来干得不错的董事长干掉 没有道理 我想这些人啊 虽然他懂得这样 我们买单9的就董事长可以做就对了 他虽然管企业管理啊 但是他不懂这个整个交通事业的这个生态嘛 怎么可以这样干 所以我想台湾啊 这边马英九金马体制搞快 就是刚才我们郑老师说 那金马体制底下又有交通方 那交通方又用了这个打手 坏到几点 好叶委员你是交通委员会的委员 我这张图表资料是林国正委员 他曾经试算概估的 试算概估 现在高铁的争议就是说 如果你延长特许40年的话 为什么自由时报会做过一个头版头说 这个商机有8000亿 因为他每天这个现金流7-8000万 一年现金流流200多亿 那40年的特许现金进来8000多亿 你想想看一间公司每天 因为买高铁票没有人在收账了嘛 每天现金收几千万那多匪啊 那所以如果可以特许40年的话 概估新旧股东出来认 平均报酬率都是6%左右 这个数字是对的 是交通部算出来的 好 交通部的数字 好 那6%左右就传出来说 有受险有一堆人想要吃啊 我现在到哪里找一个固定收益6% 而且每天收一堆现金的契约 而且保证58年 对 那所以才会传出说 有特定大咖的受险公司 人都传好好啊 这真的是这样吗 我要说 这个行政团队呢 胃口越来越大 胃口大到 现在说现在不急 还缺不够 连驿苏拉分不算要吞下去 四五十年把驿苏拉都被移掉 命不夠長的都看不到58年後 我看在座大概沒有幾個 看得到58年後 真的耶 這真的是不符合世代證明 這是世代掠奪 然後這個這麼龐大的數字呢 誰會得到 我不要說別的啦 我們就說葉匡史自己的說法 我就以其毛攻其盾 他現在離職了 他離職的理由就是我們不通過這個 他說我們不通過這個呢 就是想要等我們執政的時候 來圖利特定人 喔 原來喔 他自己心裡很清楚 這麼一個龐大的資源40年 是真的可以圖利特定人嘛 他下台他吃不到 他就懷疑人家是要這樣做 可是問題你這個是現在進行事 你只能夠懷疑民進黨 可能要怎麼樣 這很清楚擺在面前 我們就再這樣說 剛才阿官說的 跟大部分人算出來的 這個40年是8000億的 對 現金流以上 的這個利潤啦 我們就不要說我們就 我就用很簡單的數字 我再說一次 大家馬上就可以明白 我們現在跑得很好 跑得很快的高鐵 35年 然後花了多少錢 4800億 你是說總共蓋他花4800億 4800億是2500億是土建工程 2500億 其他 2300億加起來4800億對不對 對 35年這是一個BOT案對不對 已經在進行的BOT案 無論如何這個BOT案呢 還經過公開招標競標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得標的這些人 對 得標了 好 現在再跑 你現在要一個新的叫做 裁改方案是什麼 40年喔 比35年多5年喔 對 多少他算他的成本說要 5500億啊 你笑死人 怎麼會你又不用重蓋 土建2500億在那裡啊 土建不用蓋 你就算所有的機器都買新的 了不起兩三千億嘛 所以呢 利潤在哪裡 你誇大成本已經在那裡了 對 他要給他的他還幫他誇大成本 我估算這個誇大成本 最少2500億 為什麼 你憨不讓讓2300億 我讓你通貨膨脹好不好 300億了不起 對 所以呢你根本就 噗嚨我們還要在2500億土建 各位大家都知道 現在高鐵的運量呢 是以每年差不多7%在成長 所以呢他用現在來估 58年他通通一個基礎是 所以這又是一個 隱藏的利益在裡面 低估他的成本 沒錯 那徒利呢 他徒利更好笑 他覺得說這個原始股東 是挺民進黨的 特別是因其是挺民進黨的 所以這些給他排除 法律上沒有規定 你能夠給人家排除耶 對 所以他還是 硬要給人家排除 好排除也就罷了 那你排除是要給誰進來 他說不會不會 我們還是會 由國家來掌控經營權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找一些啊 不會干預經營的人來 好 表示他心裡面有一個 我就要比了 什麼人逼到最後他說 受險業者 他終於說溜嘴了 我們才知道原來如此 沒有幾家 台灣沒有幾家 還有 台灣受險業現在喔 找來找去都1.6%的東西 如果有人要受16%的什麼東西 怎麼把意進來 然後還會不同的受險業者 怎麼不管 啊 巴